首先,我们以制作威士忌时使用的单蒸流为例,酒蒸流进行说明。 将浓度为8%的酒精和水的混合液装入烧瓶。 加热后,水和酒精都会蒸发。 但首先是酒精开始蒸发。 这是由于酒精的沸点为摄氏78.4度,而水的沸点为100度。 将含有很多低沸点酒精的蒸汽进行回收。 通过这种单蒸流,酒精浓度被浓缩为大约25%。 可以看出,蒸流后,沸点滴的酒精被浓缩了。 蒸流出来的液体在反复蒸流,酒精的浓度会进一步提高。 就这样,反复蒸流,提高浓度,最终可以得到浓度大约96%的酒精。 生产威士忌时,单蒸流两次。 当酒精浓度浓缩到70%左右时,即装入酒桶。 存放一定时间后,即可成为商品。 先将单蒸流上下组合,进行混合成分分离的精流原理,以图示说明。 首先,将原料及混合成分从中段投入。 原料就会自动向下面的容器移动。 对下面的容器进行加热时,就会产生低沸点的蒸汽,向中段的容器移动。 通过这个蒸汽的凝缩,在中段容器内,随着低沸点成分的增加,温度上升,就会产生低沸点成分的蒸汽。 在中段产生的蒸汽,会移动到上段的容器中。 通过凝缩,上段容器中也会产生新的低沸点成分的蒸汽。 就这样反复蒸流,低沸点成分浓缩到上段的容器中,高沸点成分浓缩到下段的容器中。 这种连续供应原料进行蒸汽,分离成低沸点成分和高沸点成分。 从而,连续提取的方法就叫蒸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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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